4月份两波大地震造成花莲市公有零售市场设施损坏 市区多动的大楼拆除作业也连带影响到市场生育 市长魏佳燕母亲节这一天再度前往市场会刊 他除了说明各项修复作业进度 也宣布到年底前各大公有市场的租金减三成 希望可以减轻摊伤的负担 4月份两波大地震造成花莲市公有零售市场设施损坏 市区许多大楼的拆除作业也连带影响到市场的生意 差很多 因为外地的摊商没有进来 因为我们市场属于灾区 市场都是倒塌的房子蛮多的 因为人家不敢进来 路风起来市场生意比较不好 路风起来路就死得更惨 至少70% 差不多七成以上 很冷清清的 像今天母亲也根本都没有人 花莲市长魏佳燕在母亲节这一天再度前往市场会刊 除了说明各项修复的作业进度 也宣布到年底之前各大公有市场租金减三成 希望能够减轻摊伤业主的负担 目前已经在估价勤厂商会过来做一个修理 那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 那可能包括我们重庆的部分 那可能西区的那个地方墙面有两处的一个倒塌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会将我们摊伤安置在其他的一个地方 然后不要影响他们的一个生计 那墙面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大面积的一个倒塌 那我们会大概预计用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尽快的让我们墙面赶快来修复 那目前在这边也跟我们摊伤说 我们会用减租的方式减轻我们所有摊伤的一个压力 那为期会到半年 那以复兴来讲的话是两个月降五成 那可能之后其他的市场都会以减租三成的部分一直到年底 那希望减轻我们所有的老板跟老板娘的一个压力 母亲节假期原本应该是满满的人潮 但是在地震阴影之下 各大市场依然显得冷清 市长魏家彦表示 除了尽数完成设施修缮 也会设法举办活动 让传统市场能够再度活络 介络会欢迎市报导